总有粉丝告诉我 人配水晶地形特别厉害 我一直不是很相信 因为我记得根据官方介绍 水晶地形也没啥呀 说到能采集到水晶岩 水晶树上能开采银矿或者宝石 还有不会着火以外 就没啥呗 本上帝有应必求 于是这张地图便横空出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我新建了地图的形状 但是保留了原始的世界规则 我觉得只有用原始的规则 才知道我玩的是世界盒子 人精少爱四大种族 出生在地图四角 开局人口高达20人 然后四角又紧挨着一片大陆 每片大陆的地形都不一样 人类挨着祝福之地 因为他们需要祝福 不然就活不下去 精灵挨着森林地形 因为他们是自然之死 需要大自然的关怀 矮人挨着水晶地形 因为网友建议我这么做 而我又很充分 兽人挨着柠檬地形 因为看着别人的地形 他们很酸 这次变大陆通过陆地相连 但现在是新手保护器 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 目前是被山脉隔开 要等到150年之后才会开启 那么规则介绍完毕 最后只有一个种族能站在场上 请选出你们最看好的种族 比赛 现在开始 本场比赛我启用了中文名 mode 可以将生物村庄国家的名字 自动改为中文 比如兽人的第一个分成就宇村 兽人的口号是 九五飞龙在天 不明觉令 虽然没有什么用 但是对英文不好的同学 比如我就非常的友好 因为我开启了自然灾害 地图上时不时会打雷下雨什么的 让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 柠檬地形的小知识 就是柠檬地形更容易着火 比如同样是被雷劈 普通地形的火焰烧一会就灭了 但是柠檬地形的火会烧很长时间 哈 没有那小知识增加了 那如果这个地方再加几个火焰恶魔 这火呀 估计就永远不会灭了吧 啊 这跟我真的没有关系 虽然兽人因为某些原因 人口远远低于其他三宗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啊 应该吧 公元57年5月 矮人向精灵开战 但是因为两家都没有船呢 陆地通道也没有通 所以两家就当无事发生 公元70年 人类成功造出战船 登陆柠檬岛 建立至高中 开启了自己的殖民大业 虽然这里就俩人 但是他们却给人类帝国带回了第一手的情报 比如这里的兽人呆呆傻傻的 不太聪明的样子 并且他们的领导者 严英利 是一个智商高达零的和平主义者 人类听闻大喜过望 决定向兽人开战 而至高中的两人则表示 爱人对人类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 我要宣战你 军队乘坐战舰 踏上了维护兽人主权的道路 只不过 登陆的地方好像不太对 那打谁不是打吗 只要矮人变了精灵 那精灵的领土不就空出来了吗 这样就变相的为兽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那曲线救兽懂不懂 但是这可是精灵啊 精灵你知不知道 就是那个手持弓箭 百发百中 实力超强的自然之子啊 面对小小矮人的偷袭 怎么可能 精灵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最近总感觉这个精灵太弱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加强一下精灵 评论区告诉我好不好 而人类这边也有样学样 派出全部军队 在惊癌交战之时 强行渡海进攻兽人 兽人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个宇村呢 只剩下十四人 被人类三支大军围困 但宇村这十四人啊 其实是在宁萌岛北部搞游击 截断人类部队后勤 面对兽人组成方向的主力啊 和后方兽人游击队的威胁 人类主力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 诶 这是啥 公元97年 矮人军队乘船对人类发动突袭 由于人类主力 在宁萌岛与兽人作战 国内防守力量空前薄弱 被矮人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人口飞速下降 如此形势之下 人类已经无力维持与兽人的战争了 于是同意了与兽人的求和 见此情形 矮人决定见好就收 从祝福之地撤兵 并与人类谈好 世界迎来了难得的和平 此时国内排行 矮人第一 人类第二 兽人第三 但人类依然对宁萌岛念念不忘 不久后 便在宁萌岛建立中阵 寓意 人兽两国战争的终结 当然也有可能是 要给受人送终 兽人十分感动 建立窃村 寓意 而矮人则在东方闷声发大财 建立了好几座分城 不过这么多城 你管得过来吗 各国就这样和平发展的 直到130年12月 一颗陨石从天而降 精准的击中了寿人宇村 宇村死伤惨重 人类只觉得这是天意 随即宣战兽人 士兵迅速上船 就要对兽人来一波强谈登陆 而兽人呢 早就摸透了人类的战术 军队也迅速上船 要对人类发动反攻 兽人的战舰新型出发 飘扬过海 虚晃一枪 从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角度 登陆人类领土 转眼之间 就对人类城池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人类战舰后知后觉 终于想起来 自己还有活要干 将人类士兵安全送到兽人领土 人类士兵随即对兽人发起进攻 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小城市 作为根据地 这种情况下 他不忘建立分城 他真的好喜欢柠檬地形 可是兽人军队反应也很快 在对人类城市造成巨量打击之后 兽人果断乘船撤队 返回柠檬岛 与上面的人类军队展开激战 依托逐场作战优势 兽人大败人类 成功守住了柠檬岛 此时国内派行 矮人第一 人类虽是第二 但是士兵只剩下九人 而兽人军队则有四十二人 此时又刚好是公元一百五十年 地形变化 深迈一出 新的战争再次开始 此时矮人国内损州起义 石王朝成立 矮人族陷入内乱 而人类则遭不住兽人军队的蹂躏 于159年覆灭 矮人内部的叛乱 也逐渐被压制 石王朝被矮人赶到了右上角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此时兽人刚打完人类 国力尚在恢复 而石王朝的叛乱也不足为惧 107岁高龄的天才矮人王曹仇晋 决定宣战兽人 终结这场比赛 只不过 他好像忘了 自己离受矮边境 有点近 矮人国群龙无首 青春人民揭竿而起 南贤帝国成立 随即便对自己的老东亚发动进攻 这个国家的颜色跟兽人好接近啊 很难不怀疑 他是不是跟兽人进行了什么交易 那把他颜色改给 嘿嘿 不爱 那由外患之下 矮人国根本抵挡不住 公元173年 矮人首都被攻占 矮人族被南贤帝国统一 正所谓破而后立 这个全新的矮人帝国 经过战争洗礼之后 反而更强大了 疆域也空前广阔 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口号啊 真不怕手里下人造反的吗 182年 姬魏福反贤富矮 接根而起 腾国成立 三倍通大道 一醉解千仇 可是鲁迅说的好啊 起义不喝酒 喝酒不起义 四年之后 腾国就因为酒后起义 被南贤帝国缉拿归案 194年 姬魏福再次接根而起 曾掌督国成立 义以命相帝 这次口号不错 但是太过于狭义了 管理国家 可跟江湖上的事差太远了 七年之后 武装组织 曾掌督国 被南贤帝国全面歼灭 南贤帝国的强大 勇目共睹 但是谁也想不到 南贤帝国还是覆灭了 而覆灭的方式 则跟上一代 矮人王朝的覆灭 一模一样 230年 矮人结宗与揭干而起 农王朝成立 随后 折服数年的兽人出手 宣战南贤帝国 南贤帝国完全没有想到 前朝的历史 竟然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这是成野兽人 败野兽人 两面夹击之下 南贤帝国 于219年 通人封立 矮人族 被农王朝成功统立 但是前两代 矮人枪迫的灭亡 皆与兽人有关 农王朝又怎么能跟兽人和平相处 纵横之道 以苍生为棋 兽人这名棋子 也该顶其 232年 一枚陨石落在矮人国固埋 仿佛是收到什么信号一般 农王朝向兽人帝国宣战 面对矮人的进攻 天才兽人王温和风 遇见了兽人帝国的命运 被逼无奈 只得采取 火种计划 在其固有 兽人第二天才 司徒王的带领下 兽人帝国内御分立 方姿御不立 南乐国 承认 南乐国与矮人农王朝保持和平 但拒绝与兽人帝国为敌 至于理国 可能就只有司徒王自此之道 而兽人帝国体量 本身就弱于农王朝 现在又分裂出群部服 也对农王朝的进攻 兽人结结百通 兽人王温和风 早已战死杀场 而新王又远远不如前王那么邪命 眼看着农王朝大军攻入兽人首都 南乐国王司徒王 集火攻心 驾鹤西区 兽人帝国 已是农王朝囊中之物 农王朝渐渐将目光落到了南乐国身上 265年3月 农王朝宣战南乐国 之后 兽人帝国与南乐国相继服务 兽人帝国灭 让我们恭喜艾人成功战到最后 成为本场比赛的赢家 为艾人献上笔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